原宇宙究竟现在有没有泡沫 只是从概念变成一个形态 形态再转化到一个液态的话 相对来说各层会有一定的难度 那么这些有泡沫跟没有泡沫的 具体我们应该怎么去区分呢 技术层面的行业 商对来说解惠性会比较发挥 那么场景 还有蓄意的角色会比较容易一点 您怎么去选择这些人宇宙投资标定呢 从三个方向去看 第一个是游戏的电竞化 作为普通投资者来说的话 您觉得有哪些就是比较去容易理解 容易去选择的标的 其实应该看一个长中短的一个角度来看吧 今天我们请到金庸昌先生来解读一下 元宇宙投资 金先生您好 你好 今天上我们看到元宇宙是遭遇了新年第一节 因为我们知道元宇宙的领导者就是Meta公司 也就是Facebook的母公司 是发布了自推出元宇宙以来的第一份财报 那这份财报就显示 在去年是亏损达到100亿美元 就是Meta的元宇宙开发部门 Reality Labs 那么它的收入是不到23亿美元 而在去年第四季度 Reality Labs亏损了达到33亿美元 那么现在这个元宇宙概念从推出以来 其实这个概念是非常的火热 也引起了大批的资金的涌入 但是我们看到 似乎这个业绩是经不起验证 所以首先要请教您 您觉得元宇宙究竟现在有没有泡沫 好问题 的确现在是很热的一个话题 我相信在近年来其实从头号玩家 这个元宇宙的火爆 然后以及到最近Meta或者是Worldbox 他们都会从一个社交平台 或者是从多人的网上的游戏 然后把元宇宙的整体的从概念到一个形态 去打造出来了 然后大家都很关注他们未来在技术层面的研发 以及到一个市场化的一个标准 构景是一个怎么的业态 当然如果是从Meta 它本身的M7平台 有Facebook 有WhatsApp 有IG 它从一个真实的身份 一个社交平台 然后打造一个蓄移的身份 以及一个技术层面的一个道路 那肯定个层里面都有庞大的一个投资 因为它本身的亏入度比较大 然后需求也比较高 也会未来先投在未来市场上面的一个标准 但是如果从爆末的一个经济的角度来看的话 他们必须可能在未来在他们投资也好 亏选也好 也有一个转汇为盈的一个定位吧 或者是在短期在投资投入下面 有什么盈利的板块或者是商业模式 会带到一个效益给投资者 那相对来说 那个爆末的风险没有那么高 但是如果是Robots来说是比较容易点 因为它起步点已经是一个蓄移的一个平台 蓄移的一个场景 蓄移的一个角色 它透过可能只是从一个VR 或者是一个更多的一个体验来做的话 它的营收可能相对来说 比那个Matter的难度会比较低一点 然后市场来说肯定是相对 如果是有游戏的一个收入 或者是游戏的一个基础的话 相对来说它的爆末的话 就会风险会低一点 但是如果是有一些行业 可能没有行业的基础 只是从概念变成一个形态 形态再转化到一个业态的话 相对来说 个程会有一定的难度 因为毕竟受众是谁 或者是带给投资者的回报是什么的话 可能在这一方面大家要多考虑一下 所以您觉得有没有泡沫 是要从元宇宙概念当中 不同的行业具体的去来观察的 那么这些有泡沫跟没有泡沫的 具体我们应该怎么去区分呢 在区分的层面 其实首先是跟元宇宙结合性比较强的行业来探讨吧 刚才说Metal的话 它是社交平台 那相对来说是比较make sense的 比较合理的 游戏的层面也比较是 大家会相对比较容易了解它的一个结合性 那可能更加多比方说 可能未来的智能电话 新能源车或者是在电竞行业 以及可能涵开到一些技术层面的行业 New Industry的 相对来说结合性会比较发挥那个场景 还有虚拟的角色会比较容易一点 就落实到应用和技术领域 对 还有场景 那么您觉得元宇宙 未来在哪些领域 它的应用的前景会比较高呢 更可以走下去 相对对社会效益更大的 肯定是医疗 大健康 还有文化 旅游 体育 那这一些行业的话 相对的结合性也比较高 受众也比较多 那相对来说 商业模式的一个提升 企业的转型 以及到一个苍兴的一个里程碑 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一点 您公司也有进行元宇宙方面 相关的一些投资 您怎么去选择这些元宇宙的投资标的呢 其实我们对元宇宙的投资的概念 我们从三个方向去看 第一个是游戏的电竞化 因为毕竟整个行业的起步点 从Snow Crash 就是到那个头号玩家 从一个VRAL的技术的演变 都是从游戏 还有电竞的一个转化出来 所以游戏的电竞化 是我们相对比较关注的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那个行业的一个数字化 因为很多行业肯定 传统的行业在疫情上面 他们都在转型 够仅是转型还是创新 这个大家可能更关心了 那它肯定在透过未来的数字经济 或者是在元宇宙的一个 一个更吸引力的一个平台上面 能带到我们在产业上面的 数字化的一个提升 这个是我们其中一些标的 也会考虑的 那第三呢 刚才说到场景 场景的全球化 这个也是大家可能很多国家 很多政策 很多市场里面的企业 以及投资者更关注的一个领域 因为毕竟在哪一些国家 哪一些企业 他们发展是一个区域性的 还是一个全球性的 那相对对于整个元宇宙 毕竟是超越宇宙的一个概念嘛 还有它吸引的话 我们刚才说电竞那个人群 其实它现在news的报告 已经超过20个亿的population 未来2023年会达到35个亿 会接近网上一个整体的 一个population的一个很接近的 企业也接近一个全球一般的 一个人口 这个电竞人口的话 受众多小 他们生活的需求多小 这个是我们这一类型的标的 会更重视 还要更去研究 去未来投资 那您谈到了三个比较大的 关注的元宇宙投资的方向 作为普通投资者来说的话 您觉得有哪些 就是比较去容易理解 容易去选择的标的 比如说一些具体的指标 我们是应该关注公司的规模 公司元宇宙当中的 元宇宙的成分 还是公司究竟有没有盈利 这些方面的话 究竟投资者应该怎么去考虑呢 我们先说投资的标的的话 普通的投资者的话 其实应该看一个 长中短的一个角度来看吧 短的话那肯定是 现在可能一些是比较容易买卖的 已经进行有盈利模式 去可以交易的平台 举个例子 可能有一些 有部分是合法合备的NFT 它真的是有很大的一个 游戏的皮肤的一个受众 很多粉丝 它可能消费也不高 风险也不高 然后它也可以喜欢的方式去买 这一类会比较短期的投资标题会比较容易一点 因为游戏皮肤 这个营收 还有它整个市场的规模已经很成熟了 也很大 然后中期的话 大家都会探讨 可能在一些行业上面的转型 它肯定是包含一个技术上面的一个层面 这个技术上的层面 必须要考虑两个事情 第一个呢 是它要亏损 或者是我们简单来说烧钱了 它要烧多种才能转回为盈 因为你中期嘛 可能看几年的话 它还是有一个时间的一个 一个转亏为行的一个状态 那这个是要看到那个节点在哪里 如果看不到的话 这个就是风险了 长远来说的话 我们肯定是从行业来看 那个元宇宙它毕竟现在的整个业态变化比较多 然后空间也很大 那对于哪一些行业 比较更有一个生活下面的需求 以及到一个社会上面的一个需求 人民下面的需求 这个更重要 如果是医疗方面的 那个肯定是长远啦 这一些标的我们也看 因为元宇宙毕竟它创造力比较大 然后受众也比较多 那大家肯定会是一个破圈来引流 来吸引更多的一些技术层面人才来固化一个产业 还是只是来看 这个是我们是要很理性去看长远的元宇宙的投资 这个是我们是要很理性去看长远的元宇宙的元宇宙的元宇宙